年輕的新婚夫妻花了大半積蓄 終於在寸土寸金的大台北 買了專屬的房子 有了安身立命的堡壘 但是在坪數有限的條件下 他們又渴望有一個家的完整性 因此他們找來了 擅長破解空間難題的葉淮安設計師 他認為每個房子都必須重新定義格局 才能賦予家的生命 究竟葉淮安設計師 要如何突破既有格局的瓶頸 發揮最大評效 並且達到屋主的期待呢 在這空間裡面其實我們如何去塑造一個新婚的夫妻 他們的生活的環境 屋主對於空間的期待 有高於一般人的奢望跟想像 那如何我們在10坪的空間裡面 能夠提供給他一個入口的玄關 一個客廳 而且要有30坪以上的感受的客廳 要一個完整的套房的空間 而且他也希望在這些空間的裡面 每一個屬性都要能夠具備 而且能夠他的完整性跟機能性都要足夠 所以其實在空間的使用上來說 我們更深入去了解葉主平常的屬性 譬如說他習慣每天回到家裡面的煮飯 譬如說他們可能兩天到三天要必須要洗衣服 譬如說他們有一次很大的狗 能夠在這空間裡面自由運行而不受影響 所以我在空間跟空間的重疊性的地方 我讓他這空間是保留他有彈性 而且在兩個人的使用上 或者是三個人的使用上的時候 他不會因為空間跟空間的擠壓 而造成空間的損失 我們希望他能夠回到家裡面來 就像是一個休閒跟度假的關係 但是在這樣的休閒跟度假的關係裡面 不去失去掉他每一個空間的機能 那在空間的操作跟設計上來說 我們希望能夠是簡潔明亮 透過戶外的空間跟室內的空間 去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因為在一個這麼好的 一個視野環境裡面是得天獨厚的 並不是在每一個空間都能有這麼好的 一個L型的開窗 透過空間跟空間的區隔的過程中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保持 每一個空間的獨立性跟隱密性 我們透過了白色系 淺色系的一個牆面跟固定的家具 再搭配的是比較重色系的家具 以及說比較軟性的 譬如說像是地毯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材質的互換 以及說在交替的過程中 讓這空間裡面的層次性 以及空間性都能夠有更好的搭配 我們透過了家具的定義 透過顏色的定義 透過材質的定義裡面 去保留一個隱形的通道 在這通道裡面是不管它走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這個通道都能夠通達 我們一開始也是住在這個附近 只是在以前的空間裡面 因為礙於空間的規劃 我們兩個都靠得非常靠得非常近 然後看著小電視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跟設計師談論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希望有個完整的視聽的設備 還有大電視 然後舒服的沙發區 對於在台北市工作的我們 其實背負房貸之外 這些的預算都是相當重要 其實它也在幫我們斟酌預算 然後也在幫我們就是把空間多出來之外 預算上也是讓我們覺得是可運用的 所以這是有讓我覺得說 從頭到尾的性能是非常重要 也放手讓設計師去經營我們 就是想要經營出來的這個空間 葉淮安設計師透過空間比例 與線性延伸的手法 將僅僅10坪的小窩倍數放大 營造出具有歐式典雅氛圍的陽光宅 那在小瓶樹的限制下 又該如何規劃出具有現代時尚風格 並且收納滿滿的臥房空間呢 那其實在一個4坪的空間裡面 我們如何去有效地擴張這個空間 如何去增加視野的關係 讓我們的整個空間的感受度裡面 至少會有5到10坪的空間的一個感受 我們先藉由外面的景色跟室內的景色 做一個連結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造成空間上的舉出性 在一個4坪的空間裡面 要如何去做一個好的收納 會牽扯到是說 我們的牆面的部分的深度有多少 當我們牆面的深度是足夠的時候 我會將所有的收納的空間 跟所有的櫃題的空間 盡量往牆面上去收 所以我們能夠透過一個L型的角 做雙開的關係 讓女主人能夠進到裡面去 做一個完整的更衣室的儲藏 那在儲藏的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讓連身鏡 躲在門的後面 那不管是女主人在化妝 不管是在挑衣服 或在選擇配件的過程中 都不會去損失到每個空間 當門關起來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完整的空間 當門打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專屬的一個儀式 其實在這空間的使用上來說 它先天上就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譬如說在客廳的裡面 它就有一隻很大 而且一隻比較佔空間的一個柱子 那其實在設計的過程中 我們所知道的是業主 他本身對於電影的喜好 也就是說他本身在家裡面 有習慣看電影 以及有DVD的收藏 所以我們透過柱子的關係 跟DVD的尺寸之後 我們去兩身訂做的是一個電視櫃 那在電視櫃的深度裡面 我們右側邊 是盡量放一些設備的寬度跟深度 在設備櫃的左側邊的地方 它有一個完整的 DVD的收納的空間 那其實在這個案場裡面來說 在一個女屋主 她期待在這個家庭裡面 要有一個能夠一個洗禮的空間 不管是衣服 或者是她在吊掛上面 我覺得進來的感覺就是溫馨 我覺得不只是溫馨 而且它讓我覺得 有種飯店的感覺 而且是一個溫暖的感覺 我們只是想要一個簡約 可是沒想到 它的變化這麼的豐富 所以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真的是非常的驚訝 一打開門是有一種 像收到一個很棒禮物的感覺 進到家裡 真的還能夠有那種 溫馨的味道 而且再來說 很多裝潢其實都很怕 就是退流型 而這個裝修讓我覺得說 它讓我覺得有現代感 又有很多的元素在裡面 讓我覺得它可以 撐個幾十年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溫馨 很感謝它 其實在一個空間的使用 跟操作上來說 設計師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這個朋友不只是幫你 做一個設計的規劃跟操作 甚至你在購買房子的時候 他就是你最好的一個朋友 在現場的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就能夠很了解到說 他的空間的需求 跟未來的操作上 有哪一些是他所期待的 尤其是以前的房子 比較沒辦法符合男主人的需求 包括他可能有朋友要來這個地方 可能都要帶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在這個格局上 就要做一些變動 是把他們的私領域跟供領域 把它分開來 於是 你同樣是這樣 到antes 都原因